好无聊 过两天他就得屁颠屁颠回来找我 因为他眼光高 除了我之外 别让他看不上 这事 得从四十年前说起 那会儿皇上还年轻 我 宁九郎 你爹商局贞和江戎兽 五四个人 在王府戏台上接降 那天我跟宁九郎唱的 就是这厨搜骨就骨 不可如此 臣妾万万承担不起 皇上难得出宫避人耳目 听完戏就得回 这人来人往的 要被人瞧见了 不还有命活吗 没得废话了 安王福尽皆知 臣妾 皆知 传皇上口谕 安王福尽有孕 若但难伺 当为皇储 卓安王 卓安王夫妇好生教养 来日 手气成挑 永固百事 特遇 皇上点戏 搜骨就骨 佛玉葵 宁九郎背上 梁子 梁子 莫比 梁子 梁子 莫比 莫比 一一一一 是热体 这时候我才知道那两个妇人 就是甄妃娘娘和老夫妻 后来 老夫妻果真生了个男孩 教他识字读书 骑马赦紧 可惜啊 辛亥革命那年 北京城大乱 小阿哥自个儿出门去玩 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这宿姑九姑是皇上 提点安王的喜 这福建心里可就落下了心灵了 怪不得 他养着小阿哥 对不起太后老佛爷 这丢了小阿哥 又对不起皇上和真妃 尼 siege 他atchet 桑妃 潑妃冒死宣旨 老夫进忠义两难全 真个可歌可泣 侯老板 我想把这编成戏唱 您看行吗 放肆 我告诉你皇家密文 是让你拿来编戏唱的 你说得对呀 这戏古往今来 不都是从那些密文隐私 荒唐货里来的吗 侯老板要是宁肯赏脸 来办这戏里的皇上 那就最适合不过了 得寸矜持 要是倒退三十年 这活我赢了 现在不行啊 韩王府那个细娄子 那可是块风水包地 长细地往那一站 就想到了自个儿家 可是那排场大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撑得住的 你要真想去哪儿啊 我叫上宁九郎 一块儿去跟老附近说说 兴许有苦 我想去 我真心想去 谢谢侯老板 不写 为什么不写呀 多好的故事啊 我爹当年侍奉皇上 皇上家里的事我能不知道吗 年份日子都对不上 侯玉奎是不是抽烟抽迷糊了 哪你寻开心的 你管的是真是假呢 故事有意思不就行了吗 我不管故事有没有意思 照着胡言乱语的写就不行 胡言乱语也比那搜长刮肚子强 你说什么 你还听啊 我再跟你说一遍 胡言乱语也比你那搜长刮肚子强 好 可以 好 起 还又吃枪药了 别理 文人的臭毛病 欠骂 一出星戏就吵架 这文曲星啊 早晚被你给赶跑了 好无聊 过两天他就得屁颠屁颠回来找我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眼光高 除了我之外 别让他看不上 这七公子请我吃饭呢 还是我陪七公子喝闷酒啊 怎么地 有酒有菜的 哪儿不合你胃口啊 这又是跟谁呀 尚细蕊 帮我替他 个王八犊子 我跟你说 从今天开始 我杜洛成跟商戏蕊 没有半点关系 知道吗 就是说 从今往后 不给他写本子了 见骨头才给他写 好 咱以后就不给他写 来 来来来 我来替印道了 给平成那么多戏班子 七公子的名声那么响亮 哎 有的是老板 捧着金银排着队求您写 对不对 来 来 那是 我听说原来 龙春班的江灯板就找你写过 要我说啊 淡卷的戏写多了 给江灯板写个声卷 拉倒吧 他就一傻缺 那芸汐班的四行 他都几岁了 你看那台上那劲儿 跟西游记里的蜘蛛精似的 那就沉刃香 行不行 他从上海一回来 咱们就傍上他 还傍上他 他 商戏蕊的手下败将 我帮他 我给他写个屁啊 我给他写 一个都看不上 还在这儿 骂商老板 我骂他了吗 他那脑子跟正常人一样吗 是是是 我和他叫什么劲啊 来来来 不喝了 上哪儿去 曲 哎 齐公子 回家 写戏本子去 合着我陪喝陪聊 还得到天前 感谢观看